潘兆聰 恐怖在戰 大家好 今天晚上是劉定立師傅 Hello 大家好 師傅你好 你好 先講鬼故事 好 好 好 始終是靈異節目 大家喜歡 我說一個真人真事 自己親身經歷的 話說十幾二十年前 有一天早上準備梳洗上班 當時大約七八點 我很記得 突然聽到很大聲 我自己覺得撞車 聲音很響 但又不像 換好衣服走出去 因為當時我們住的屋苑 過了一條馬路 就是出事 即是當地事發的另一個建築 我走到那裡 看到很多新聞記者 警察都圍著 停止場 有一個屋苑的出口 一看 有一個太太哭到 揭絲底里 真的很深酸 我看見到 我也認識 許先生在元朗 算是挺有名的 為何會這樣做 當然那一刻 不好意思 問他什麼事 事發之後 還是不放好東西 其實是什麼事 許先生被槍殺 那一刻 彈一聲 原來是槍聲 為何會這樣應 因為 聽聞當日 他先生 都是日常的 先去飲茶 然後再上班 聽聞 當時有人叫他一聲 在他後面 另一轉頭 那個殺手 在他後面 彈了一下 就完成了 聽聞後來都找不回 即時有人 請殺手 事發了 過了一段時間 過了一段時間 那座大廈 偏偏 我下班的時候 我是必經的 我必經的位置 然後才回到我自己的屋苑 有一晚下班 大約 我相信當時是十點多 那條路 怎麼說 就是兩邊 都有一個 叫麥錶位 單程路 現在是很旺 十幾十年前 就很靜很靜 其實近哪裏 元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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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得到他 我認得到他 我認識他的 他穿著西裝的褲袋 當時給我感覺很憂鬱 但當時學完法之後 回想起來 他有一股灰蒙蒙的東西 但他是實體 當時他看著自己的家 因為我知道他住在中層 他就看著自己的家 很憂鬱 但又想回家就回不了 我不知道當時他們的太太是否做不足 回不了去 因為他在案件發生 死的地方就是那個位置 就是對面馬路的位置 很近 我看到他很害怕 他看到你嗎 挺恐怖 為什麼我說恐怖呢 他簡直是90度看著你 我想說 慢慢地看著 那一刻我真的去 嚇到整個彈起 即是四木交頭 四木交頭 那我就知道怎麼回事 我走了馬路中間 因為是單程路 但那裡是必經之路 不能在那裡回家 半走半走 我跟他距離都是七八個車位 我半走半走都是幾秒鐘的事 那一刻就看不到他 沒錯 你說是什麼 那就是那位先生 你認到他 沒錯 那一刻真是悶悶悶悶 那當時有沒有找你求助 沒有 有沒有經常都在那個位置 其實那個位置很邪 其實還發生過另一件事 順帶說 這件事就是其一 其二就是 有一次我們放假 我們拖著小朋友出去 不知道是吃飯還是喝茶 就是下午時間 當時是怎樣呢 就是剛剛經過 又是那個屋苑 發生事 有個女生 還在那裡 不知道 那時候還是有個龜仔手機 在那個建築有個凹位 他可能會曬 站在那個位置 我們剛剛走過他們 大約是十幾個身位 突然之間聽到一聲 那原來 我轉頭看一看 就是有個人 飛人 剛剛就在那個女生前面 那個女生是嚇到外了 那座樓很邪 現在都在那座樓 在那座樓 看完了 沒有了 最精湊的部分 看不到的了 這只是恐怖在線 每晚的精華片段 那如果你想看到 一個小時免費節目的說話 可以在星期一至五晚 大概11點 達8個字 可以去到admundpun.com 至於在Facebook 只要你like了我們的專業 Hotbase 都可以看到的 另外Vchat的火嘴網 以及BigBigAir的手機APP 都可以看到 大概一個小時的免費節目 但是如果你想看 全集節目 大概有一個半小時的說話 麻煩你參與我們的月費計劃 現在聲音的月費是三十元 而視像是四十元 只要你成為我們月費的會員 隨時下載 隨時看完所有節目 還有 只要你加了十元 就可以用到我們的 BigBigAir的手機APP 很方便 隨時在手機裡面 都可以看到我們的節目 所以不用想 立即下載 立即成為我們的付費會員